广州地铁发布2021年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显示广州地铁线网总里程已经突破600公里 运营线路里程济身世界前五 杨士秋报导 2021年广州地铁已经扣出起总长672.200公里的大湾区线网 其中地铁线路589.300公里 车站290座 运营线路里程在国内排名第三世界前五 当年全年运送乘客28.34亿人次 日均下运量达到776.45万人次 占全市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比例超过六成 在十分为满分的前提下 乘客满意度高达9.47分 老人进去不用看数码 用卡来数码就可以了 现在新的有公共洗手间 对于老人家就比较方便 2021年广州地铁实现安全运行4.51亿车公里 全年共计开展乘客安检15.2亿次 筹获危险物品实验如见 同时实现AED设备全覆盖地铁 承制视网各站点 可为心脏躁停的人争取抢救时间 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应急处置能力 虽然可能平时没什么事 大家都很好 但一旦有的时候 这件事比较急 就可以教一个人也好 为持续提升出行体验 广州地铁2021年全年线网 高峰上线列车增加26列 整体运能提升6% 目前广州地铁积极推动 城市轨道交通全国一马通行 实现与北京、上海、重庆、天津 深圳、南昌地铁乘车马互联互通 广州电视记者杨时秋报道 桃海 桃海 桃海